桌当list这个范例里面 你再去加 在这个 在底下再加一个桌当list 然后让他可以具备类似像我刚刚秀给大家看的radio 这个上面的这一个 特别注意他是一个radio button list 那他的位置在哪里 特别注意是在那个我们工具箱里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你不要很多同学会 误认radio button 就把它拖拉过来 那跟这个特别注意很容易搞混是radio button跟radio button list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radio button是单独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项目项目的 这个选项 选项的按钮 那特别注意就是你还在做相关的group设定就是 最重要是你拉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一定要把group name设为一样 不然的话他不会把它当成是同一个group 那你别人说你如果没有是同一个group 你会很好笑是你点一个 点第二个奇怪他怎么变多选 那你一定要把group name稍微 修改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用这个radio button下面这个list 多一个list 那他的用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简单跟各位其实他跟那个刚刚做downlist很像 只是说差别我刚才讲过说 那个radio button他会有 如果你的选项 太多的话 那其实很容易造成你画面会变得很凌乱 那你可以用那个做downlist 来取代 如果项目少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他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单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 比较 特别的 一些这个属性你一定要做设定我刚刚讲说 这地方有个 autopause back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打勾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呢你点了之后他不会马上 马上回应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主要就是说呢 这个 ASP.NET他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点了之后他自己怎么样呢 把这个改变 自动将 资料传送回伺服器 并重整 网页可是这个动作你做了但是 你没有感觉而已 那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他不回送给伺服器 那等于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新的结果传回来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底下的话呢 这三个有关那个data开头的话 这个主要是 要必须连database 所以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个什么 资料控制项的ID名称 你可以指向某一个什么呢 某一个 这个资料控制项 那这资料控制项呢他可以去连接什么 连接 但是 那